任何顏色或皮膚上看到的顏色都分為藍色和暖色 如果是暖色方面,就會有黃色的成分 如果是藍色的話,就會有藍色的成分 會一對對這樣看 剛才說暖色會有黃色 可以測試到藍色的膚色 待會將布放在你身上 你可以在鏡頭,也是可以抖 再介紹多一點 這個是白色,白色都會有昏迷白和很白的白色 放在你身上 我們看什麼呢? 簡單來說 先看一下布和臉色又合不合格 會先看到布和臉粉 我們會先去看 拿走這個感覺 先看看 更少的一刻 跟臉貼近一點就比較容易 其實很喜歡綠色的 不過可能真的會比較適合 是不是? 還要用這個? 還要用這個? 還要用這個 還要用這個 但是我覺得這一塊放上去 你會比較輕鬆 因為我覺得你有兩種身份 一個是媽媽的身份 一個是職業女性 我覺得這一塊看上去 你會比較輕鬆 溫柔一點 但是這些顏色拼上去 你就會馬上有更多的能量 我覺得近次你的性格會比較多 好像還沒試過 剛才我們幫Helen做完顏色測試 我們幫她找到她的膚色是屬於暖色的顏色 而在四色系統裡 春夏秋冬是屬於春天的 所以在商務上 我們會建議她 可以除了在黑白之外 其實也可以選擇藍色 亦都非常適合她的 另外在商務或者在社交上 可以怎樣表達到她一些溫柔的一面 我們會建議她選擇一些軟一點 或者一些粉色的系統 都非常適合Helen的 所以在商務上 用了一位 我可以找到 你做不成功 將能感受到 為了